下午四时许 禁贤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 晋升上将军贤命令 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主持禁贤仪式 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贤的 中部战区司令员黄明颁发命令状 表示祝贺 佩戴了上将军贤奸章的黄明 向习近平敬礼 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进贤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 中央军委委员李尚福 刘震丽 苗华 张生民 军委机关各部门 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 参加进贤仪式 中央军委员李尔克室